在我們進入正題前先來買一買廣告 這段影片是由price.com.hk贊助 其實price.com.hk除了可以格價外 還有一個網購專區 上面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產品 而它們最近出了優惠 就是在price網購上用payme買東西 輸入優惠碼payme purse 滿700元就可以減100元 就算原本減價的產品都可以用這個code折上折的 這個優惠到四月尾 名額有限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click下面description的link 看看有沒有東西可以買 中文字幕提供 也注意保護 好可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山顶纜车是香港开放后第一种运作的交通工具 是第一种 换言之就是比电车更早 如果你最近经过电车站 便会见到电车在庆祝它诞生的115周年 而山顶纜车就由1888年启用至今 即已经132年了 想不想像到 是130多年前用了4年的时间 就建好这条全长1.4公里的路轨 来到思议之 原来现在山顶纜车好像是进行矿电工程 原本在美丽酒店对面的这个花园道总站 便搬了上山 即是换言之要多走几分钟的步骤 我和老婆在成长过程中 各自都只是搭过一两折山顶纜车 这么大把 都仍然是斗钉那时 印象中那时还要排长龙买飞 现在呢 嘟巴拉通就OK了 单程$37 记忆当中以前好像是一共来回才是三十几元 不过没数 趁现在没什么游客 离门尾一下都挺好的 我们那天是早上1点左右到 现场所见就不是那么多人 几乎清一色 都是一家大小 带着小朋友过来玩 之前在花园街总站的时候 排队买飞是打了蛇饼的 排队出一条街上吸着街边的废气 最起码轮整个小时一路看着这个瀑布 现在呢 人少少 真的爽了很多 在有山顶纜车之前 来往中环和太平山的主要交通工具 就是坐轎 通过车之后 车厂等级都分到三等 头等就是给殖民地的官员 和太平山的居民用 在当时呢 清一色都是白人来的 这百多年以来 山顶纜车都升级过几次 由初时消煤的蒸气 engine 推移价木製的车厂 最多只能够载30个乘客 到后来用电 又加了架空电缆 车厂都变得金属制 载客量就double了 而现在我们搭的这款红色车厂 就是纜车开通100周年的最新版本 由电脑控制 载客量到120人 其实100周年都说已经是30年前 那时我们两个都未出世 所以其实我们从第一眼看到山顶纜车 到今时今日再来打 他的样子在我们眼中 都是没有变过的 但老实说打来得挺好 因为车厂内窿是挺有岁月感的 它这个木的主调 似乎是想传承百多年前 第一个木纜车的历史 但外表还保养得挺好 起码没有像丁丁的黏着广告在车厂 不要听他跟丁丁差不多的速度 其实搞完你要赶时间 由中环上山顶的话 方向上乘搭他更快 全程7分钟 就由花园道直达零宵角了 由梅道到白家道之间 波道其实都挺斜的 但景观也是最好 转弯后大半港岛都一纳无遗 所以在这里提提大家 如果想看风景的话 坐右边吧 很棒的 在丁丝角前的站叫白家道站 是一个简单的巴洛克风格建筑 是一个一流的 既可以远离人群欣赏风景 又可以欣赏到纜车的地方 也在这个纜车远途四五个站当中 唯一一个真的像一个车站的地方 因为其他你按下沿途也看到的 其实只是一段很简陋的落梯 有没有印象金鸡其中有一幕 吴军元和他的儿子在散步 话说当年的时候 还最后看到乐德华做特首的幕 场景就在这里 这些算是中途站 不是必停的 假如你要下车或上车的话 你要记得提前按小铃铛才会停 这一程纜车之旅就来到米星了 搭纜车上山顶 就是为了吃这间 同样历史这么悠久的餐厅 太平山餐厅 在进去之前都可以先说 来这里是吃风景 吃情怀 多过吃味道 这个这么英式乡村风格的石造建筑 它的历史和山丁纜车一样 都是这么悠久 因为这里当年是起来 比当年建纜车的工程师 用来在这里休息 吃饭等 所以换言之 都有130多年历史了 纜车有多久 它就有了多久 在纜车建好之后 这里就改为给桥夫休息 和停拍桥的地方 二战之后才被改建成为餐厅 这个餐厅的外观 可以说是百年来都很大同小异 因为石造的建筑真的很耐用 但里面的装修改动就很大 现在走着一个中西合璧的路线 歐式建筑风格 但墙上挂了不少字画 在这里 假如你打电话订位的时候 它会问你想坐在外面 还是坐在内面 现在就是春夏交替 今天好天 坐在外面晒下太阳也蛮好的 坐在这个位置 转的可以看到薄荷林水塘 如果好天一点 可以看到再转一点 例如长洲那些地方 也可以吹到风 很爽的 因为假如你坐在玻璃屋里面 其实也会有些温室效应 之前试过坐在这里吃午餐 坐下吃吃饭会出汗 但坐下就发觉 这个位置是很近 他们的洗手间和洗碗的位置 你可以想像到 假如两层味混在一起 会是什么味道 同浸完反应 反应很快 立即安排我们坐另一边 同样通风 但还有压遮头的地方 看起来好像有几多空位 其实我们来得早 假如12点多左右 这里就会大概满座 我见大部分人都是街坊装足 或者做完运动来这一套的人 没有什么游客 好了 来看一下餐牌 这里是多国菜 作为一间典型做游客生意的餐厅 无论什么饮食文化 你都可以一直找到熟悉的菜 很早就不想鞋扒 就来试试他们的印度菜 Tandoori 风味的菜 有没有印象 早两集我去吃香港 唯一一间一星米之连的 印度菜那间餐厅 我有吃过Tandoori 的风味 今天再来 叫一份烤鸡来比较一下 老婆另外叫了一份烤鸭肉沙律 沙律的份量比想象中多 牛肉的份量都蛮慷慨的 这些牛肉是滑牛 入口不硬都蛮好的 那我这份烤鸡 真的怎么说呢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那份鸡都OK 还算嫩的 但香料味就很流于表面 只是一种很单纯的香料辣 既没有后径 也没有层次 其实基本上和大家乐大快活的出品差不多 也都肯定它应该不是用Tandoori 烤出来的 因为它的表面连少少焦香痕迹都没有 而且上菜速度快到有些出奇 也不知道会不会是提前已经准备好再煮热的 但正如入口前都说了 这里是吃环境多过吃味道 我见周围很多食客都是运动装促 我认为是在港岛竟神问完之后就过来吃个眼 那就是这样 一份沙律 一份烤鸡 加一份buffalo wine 还有两杯咖啡 年加一 一共六百六十 以这个食物质素来说 当然是贵 但毕竟这里都是山顶 山顶是一个连Burger King 一个餐都要过百的地方 所以这个价钱算是这样的 我认识这段大家没多去旅行 只是屈在家里好像坐牢一样 是闷的 其实香港在很多人眼中 都是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城市 趁现在没什么游客在香港 因为来到香港只有14天旁 所以肯定不会有人来 就当是重新出发 发掘一下这个好像很熟悉 但其实还有很多新奇有趣的城市 我当今天是来马尔代夫度假 不知有多少人还记得 马尔代夫是山顶这个名字 好了 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对 主要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